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的副校长王云贵 同时也是中国援助利比利亚医疗队的队长 前不久他带领163名医护人员抵达了利比利亚首都蒙罗维亚 利比利亚外长恩加富安 中国驻利比利亚大使张岳以及当地的华侨华人 还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据了解这支医疗队有着丰富的传染病防治经验 很多成员都参加过抗击非典 抗震救灾等多项重大任务 他们将前往埃博拉诊疗中心开展工作 说到埃博拉诊疗中心 它不仅是由中国援舰并配备医护人员 也是由中国来运营的 这在目前国际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疫情行动当中 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 要对现有正在建设中进行进行进行工的病房 从功能角度 从传染病专业专科医院角度 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完善它的功能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讲就是对医疗设备进行安装调试 第三个就是加强人员的退去 在欢迎仪式结束之后 中国驻利比利亚大使张岳 与恩加富安外长共同签署了 中国在立援建埃博拉治疗中心 并派出医疗队运营的议定书 和中国向利比利亚提供 3000万人民币医疗物资协议 这年4月份利比利亚的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后 中国就是第一个向利比利亚捐赠抗疫物资援助的国家 而当时就连利比利亚国内的很多民众 还都不相信疫情的存在 之后中国又率先通过专机 为利比利亚运来大批的防疫物资 目光再转向法国 哈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这里依然是欧洲华语广播电台 我是大家的主播小文 这位正在主持节目的女孩子 叫做严小文 是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的主播 说起这个电台您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 是 因为它才开播一个月的时间 它也是在巴黎地区开播的欧洲 第一个全日制播音的中法双语电台 每次坐在主播台上和听众们可以有沟通和交流 并且把自己的一点点小的思想 或者是小的感悟传播给更多的人 做一个这样传播的一个媒体 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对于还在巴黎一所大学学习新闻和传播专业的 严小文来说 当一名电台主播 一直是她的梦想 和她一样 电台的其他工作人员 大多也都是学生和广播爱好者 其中还有外国人 蔡莲华是电台的创办人之一 她是缅甸华人 现在已经入了法国籍 她说 创建这么一个电台 是要给旅法华人一个学习祖籍国文化的渠道 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消遣方式 我们上午从上午六点到下午三点讲法文的时候 我们就针对亚洲 尤其是中国的文化 下午三点到凌晨零点的时候 讲汉语普通话的时候 就希望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欧洲国家 尤其是法国的文化 你可能想象不到 这个电台从筹备 一直到开播经历了整整八年的时间 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的台长林金平 刚才说的是 他们2009年第三次去法国高级视听委员会 申请牌照时的这样一个情形 其实在此之前 他已经申请了两次 但是都没有成功 直到2014年 在法国电台数字化改革 成功推进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 他们的第四次申请才获得了成功 今年10月20号 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第一次播出 好 目光再转向马来西亚 我们来看图片 这是什么武侠片的剧照吗 飞也 我告诉你啊 这其实是一对新人的结婚照 新娘子 名字叫做蔡凤云 今年28岁是马来西亚华人 他在2006年和2010年 荣获亚运会女子太极拳和太极剑的全能冠军 也是马来西亚武术界首位全满冠女将 当然了 新郎洪荣忠也很厉害 他曾经在世界锦标赛和冬运会上 获得过男子长拳的亚军 再来看这张图片 这是婚礼当天 新人在击败祖先 而左边这两位就是新娘蔡凤云的父母 其实蔡凤云能够有今天的成绩 和她的家人有着很大的关系 她的父亲在马来西亚是有名的武术教练 母亲是助理教练 她的叔叔也是一名武师教练和国际武术龙师裁判 而她的妹妹也就是 看画面左边的这位 也曾经获得过世界锦标赛 女子棍树以及女子刀树的铜牌 这个家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武术师家 据了解蔡凤云与洪荣中 是2003年加入马来西亚国家武术队的时候相识的 结束八年的爱情长逃之后 决定结婚相守一生 要说两位武林高手举行婚礼 这也是当地武术界的一大盛事 四面八方的武林高手都来祝贺 众师弟师妹们也在晚宴上 以精彩的武师跳桩和武术演出来助兴 绝对是一场武林喜宴 不过蔡凤云和洪荣中目前都已经退役了 他们对未来的生活也是有了自己的规划 蔡凤云刚刚在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 取得了会计系的学士学位 她想成为一名会计师 而丈夫洪荣中也在吉隆坡有了自己的事业 相信更加美好的生活正在等着他们 好 目光再转向法国 在法国有一支法国外籍兵团 创建于1831年 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法国国内兵源不足的问题 兵团里有不少的华人 这其中就包括来自浙江清田的丽毅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还在杭州上大学的 他受出国潮的影响来到了法国打工 九十年代初 他认识了一位刚从法国外籍兵团退役的杭州人 听说在这个外籍兵团服役 只要有五年就可以取得法国的居留权 并且能够优先申请加入法国国籍 立委决定我要去试一试 经过打听 他得知这个外籍兵团每年在巴黎尼姆马赛 三个地方有招兵处 招募的新兵要求是年龄在17到35岁之间 没有精神病史和传染病史 但是要经过四个月的体能测试 虽然豪态率高达95%以上 但是立委还是通过了严格的选拔考试 他说新兵训练的时候 他背上沉重的行囊和干粮 昼夜行军 最后脚底都走烂了 大型军车一开过来 他就被叫上去驾驶 被逼之下他迅速地学会了驾驶大型军车 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 也是他在兵团里学会的 由于表现突出 他曾经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成员 被派往柬埔寨金边和南斯拉夫萨拉热窝 执行违和任务 据较建层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役的浙江籍士兵 就有200多人 他们大部分是来自温州 清田人也有20来位 大多数华人士兵在服役五年之后 都会选择退役 退役之后用几年的工资 一次性买下一个餐馆或者是酒吧 开始自己创业当老板 在法国的外籍兵团退伍华人协会当中 像立一伟这样的人有很多 他们在贸易 旅游 餐饮等多个领域发展 但不变的是始终保持着 军队式的团结性和凝聚力 好 目光转向美国 来看画面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展览的内容 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 天使岛移民战和近现代的乒乓外交 这是纽约历史博物馆 今年9月份举行的美籍华人展 通过历史文献 还原场景 口述故事等方式 展现了200多年来 美籍华人从被排斥到渐渐被接纳的 这样一个历史 这个展览的占地400多平方米 展览以时间为线索 呈现了中美之间历史几个世纪的相互关系 而包括19世纪末期 由鲍人王清福创办的第一份华文周报 美华新报 华裔女飞行员李月英的资料照片 文坛巨匠林语堂的亲笔书信等 这样一些珍贵的展品都在展出之列 近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总领事孙国祥大使 受邀来到了纽约历史博物馆 参观了这个展览 来到这里就是来接受 来了解我们华人在美国社会的过去 也了解他们在美国 他们是怎么来发展 怎么来成长的 怎么是一代一代 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 但一个中国人不管到哪 不管条件有多么艰苦 他们如果一旦如果到那个地方 来把自己该做的事情 能做的事情给他做好 这就是中国的论警 第二我讲到中国人无论到哪去 他们会把中国的文化带到哪去 所以之所以现在我们在世界各地 到处都能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为什么 就是靠我们这些先辈们 他们走到哪 把中国的文化带到哪 据了解 这个展览将一直展出到 明年的4月19号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前往参观一下 好 再来看印度尼西亚 明年2月起 印尼的朋友不用出国 也能看到可爱的大熊猫了 这位老先生的名字叫做 蔡亚生 祖籍中国上海 就是他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和准备 终于让中国的大熊猫 在印尼要安家了 再来看这张图片 这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 沙华丽野生动物园 是蔡先生的父亲创建的 如今由蔡先生和他的两个兄弟来管理 目前动物园里已经有3000多种动物了 像印尼特有的科摩罗西蜴 天堂鸟 苏门达腊 这些珍贵的动物 都在这里能够看到 就是在这个沙华丽野生动物园里 蔡亚生刚刚为大熊猫金虎和飞云 新建了一个家 蔡先生一直有这个心愿 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大熊猫 在他的野生动物园里面安家落户 为迎接熊猫的到来 他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准备 曾先后走访了成都 泰国 日本还有香港的大熊猫 生活环境和饲养情况 并在印尼找到了9种适合这个大熊猫食用的主类 目前仍在建设中的熊猫馆 位于茂武山海拔1300米的高处 占地20公顷 相当于20万平方米 非常广阔 常年气温在18到24摄氏度 非常适合大熊猫居住 就了解 这次将初始印尼的大熊猫 它们的年龄大约是三岁 正值青年 活不好动 适应二到三年之后 还有望在这个印尼培育出可爱的小熊猫呢 蔡亚生 多年致力于保护野生动植物 曾经获得了印尼前总统苏希洛颁发的 保护环境贡献奖 近期在上海召开的第八届全球华人企业家论坛 继中外企业家投融资峰会当中呢 它还获得了全球华裔杰出贡献人物奖的殊荣 蔡亚生说 2015年正值中国和印尼两国建交65周年 大熊猫作为友谊使者 从中国来到印尼 一定会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 给印尼游客和小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欢乐 好 再来关注香港 来看图片 这位呢是中国侨联副主席侨卫 他手里拿的是首次披露的 反映马尼拉大屠杀的照片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国侨联将在12月12号和13号 分别在香港和澳门举办 血血的历史 日本军国主义在亚太地区罪行图片展 这次展览呢 将展出许多显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包括日军对澳大利亚达尔文的轰炸 日军在马来半岛的细菌实验基地 马尼拉大屠杀 日军秘密杀害外交官等等 展览内容涉及太平洋战争当中 被日本侵略过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另外呢展出的资料完全是靠民间力量来支援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乔胞和社会热心人士 向主办方提供了实物图片2000多张 书籍签余册 视频100多分钟等珍贵的史料 提了解港澳展出之后 这个图片展呢 还将在2015年赴多个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巡展 好 目光再转向意大利 一条领事服务信息 今日驻米兰总领馆提醒前往意大利出差 商务旅游的中国公民 要在签证规定的有效期和停留期内停留 因为根据欧盟相关的规定啊 持C字短期深根签证每180天内 最多只能在这个深根区国家累计停留90天 所以呢 即便您持有这个有效期一年 甚至是五年的停留期为90天的C字多次入境签证 当您再次入境意大利的时候 边境警察呢就会检查您过去180天内 在深根区国家内的累计停留时间 如果已经达到了90天 将会被无条件拒绝如今 再来看中国 今年10月份突尼斯决定 对中国的团体游客实行免签政策 英国和爱尔兰免签政策的10月底 也正式实施了 中国成为了首个受益国家 加拿大移民部也宣布 从2014年2月6号起 所有赴加拿大的普通签证将会自动升级为多次往返签证 这将允许游客最长10年之内多次往返加拿大 每次可以停留6个月 据中国外交部领事司的统计 截止到目前 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的国家和地区有8个 分别是韩国济州道 海地 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其群岛 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 亚迈加 多米尼克 北马里亚纳群岛和萨摩亚 加上已经与其达成持普通护照人员免签协定的4个国家 也就是圣马利诺 塞舍尔 毛利求斯 巴哈马 中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以免签入境的国家和地区 总共达到了12个 目光转向丹麦 我们来看图片 这个小朋友正在朗读的是毛泽东诗词 捕蒜子 永梅 接日丹麦华人总会文化会和丹麦华人总会中文学校组织了一场 主题为中国梦我的梦的朗诵会 这场朗诵会的题材丰富 参加的学生最小的只有5岁 来自丹麦越南柬埔寨的学生 也参加到了其中 因为报名人数太多 主办方只好又多加了一场 目光再转向乌兹别克斯坦 来看图片 这是前不久在塔什干举办的第一届汉语桥中学生中文比赛 比赛是由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主办的 经过层层选拔 10名优秀的选手获得了中文比赛的参赛资格 比赛包括自选题演讲 知识问答和才艺表演 这三个环节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来自塔什干187中学的女学生 杰列娃获得了最后的总冠军 近年来 随着中乌战略伙伴关系不断的深入发展 学习汉语的学生周年增多 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 国立世界语言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汉语专业 让更多的当地人了解到了中国文化 好了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走进华人故事 来看 照片里的这个小伙子名字叫王金龙 如今是住在比利时的梅勒尔贝克 他今年只有25岁 但是您可千万别看他年纪轻 他的来头可不小 他是一名少林寺俗家弟子 这一提到少林寺你就明白了 王金龙肯定是一个功夫高手 那么这样的一个功夫高手 他在比利时又会如何去诠释中国功夫 又如何来生存呢 来看今天的华人故事 根特中国少林功夫学校 位于比利时东弗兰德省的梅勒尔贝克 当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 正巧碰到这所学校的校长 少林寺俗家弟子王金龙 正在指导自己的学生练习拳术套路 王金龙告诉记者 这套拳法名叫少林舞步拳 是北派少林有名的外加拳法 招式大方 结构严谨 最适合初学者演练 这些学生是从几个月前 开始跟王金龙学习武术的 他们刚刚结束了第一阶段的扎马步和压腿等课程 开始拳法套路的学习 虽然学员们已经有了一些入门的感觉 但是王金龙还不满意 为了让自己的弟子们了解招式的幅度 力量的运用 他自己做起了示范 这套少林柔拳 王金龙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熟练掌握 在他的演练下 这套拳法显示出了更大的威力 这所学校采用的教学内容包括 入门阶段的基本功练习 还有进阶的少林舞步拳 少林柔拳等外加拳法 除了功夫套路上的教学 王金龙还会在平日里将中国功夫特有的武德 传授给自己的弟子们 平时 像平时的话就给外国人讲这个武术文化 就给他讲这个武字 里面很有讲究的 你看这个是指歌 歌代表杀法战争 指歌才是最高的武术 那么讲以和为贵 虽然根特少林学校是王金龙在两年前才建立的 但这所学校却是比利时东弗兰德省 唯一所受到当地政府承认的甲级职业学校 为何短短建校两年 王金龙就把武校在比利时扎住了根呢 讲述这个故事 得从中国功夫的圣地少林寺说起 王金龙1989年出生在河南省郑州市须水村 当地习武之风浓厚 八岁时 好动的王金龙就被父母送到了武校里学习武功 教授他功夫的是少林寺的武僧 经过五年的练习 他成为了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因此 他也受荷兰武术联合会的邀请 作为中国功夫小使者 前往荷兰 对那里武术爱好者进行三个月的教学表演以及指导 在2000年前后 虽然大多数欧洲人对中国功夫抱有热情 但其中真正对中国功夫了解的却寥寥无几 有人甚至认为 中国功夫是空手道的一个流派 为此 王金龙总要在表演前后解释很多次中国功夫的精神 中国的传统功夫以德 德也在里面 更多的教育内 架子 比如说外在的外功 也是同样的重要 但是过程之中必须要修德 因为在荷兰的功夫巡演以及指导活动受到了荷兰功夫爱好者的欢迎 欧洲的其他一些功夫协会也邀请王金龙前去进行功夫推讨活动 多次的教学经历让懵懂的王金龙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他想将中国少林功夫让更多的欧洲人知道 王金龙每年抽出三四个月的时间出国进行巡回教课 说这样 2002年起到2012年的十年时间 他走遍了整个欧洲 匈牙利也有 然后德国少林私有建的德国少林文化传播中心 法国呢 对 法国也有 英国也有 比利时 加拿大 西班牙 但是所有的这个几个国家的地方人加起来 从少林走出来的也无非不到三十个 你说七八个国家加起来也不到三十个人在教权 这个很有限 以表演推广功夫的发展 收效并不明显 王金龙此时明白 要想推广中国功夫 最好的方式是建立一所学校 但是他除了一身武艺 什么也没有 要想在欧洲建立学校 从何开始呢 2012年 他来到比利时进行武术指导 此时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2012年的时候我在教权 他的个子挺高 然后马步一扎 哎呀 说我很厉害 你看 我很厉害 我说行了 我一看马步就没有生根的 其实动作的力量 我两个手指都一扑他 啪就摔倒了 王金龙后来了解到 这个高个子名叫奥利弗 是比利时梅勒贝尔克一家窗帘工厂的老板 他从小喜欢中国武术 曾在其他武术学校里学过三年中国功夫 本以为自己已经有所小成 没想到却被王金龙一招放倒 这本是教学中一个小插曲 但让王金龙意外的是 奥利弗突然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奥利弗十分感动 当他得知 王金龙有意在欧洲推广中国功夫的时候 他主动提出 要和王金龙合作办学 而场地就用他自己的工厂 看个学校 应该不如我们一起在这里开 然后你想做什么 想做的 但是我有一点 我说什么 你一定要好好教我儿子 他说两个儿子 还有我 然后你可以随便在这里教 我说可以没问题 王金龙和奥利弗在几个月里 联手将旧创联工厂 改造成占地27亩的功夫学校 在接受了安全检查后 王金龙准备开业 这月一日国庆节的那天 我在这里开业了 然后基本上邀请当地 然后市长基本上都过来 因为看中国功夫 来自亚洲 来自这个亚洲中国东方的 这个武术高手 很想见识见识 王金龙现场表演了几套少林拳法 将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很多人表示 要和他学习功夫 然后来的时候跟他演出 刚开始的时候 二十几个学生 以前我老学生有 有个过来的时候 有七八个老学生 再加上熏学生 两年第一年的时候 学生差不多在三十五个 王金龙所教授的中国功夫 主打强身健体 内外同修 这样的理念 十分符合比利诗人 对平常生活的追求 在心口相传下 还不到一年 王金龙的少林功夫学校的学院 就达到了七十五人 你可以练吧 现在现在我在迟 平时的像他们体育的团队 像空手道 那么十几个学生 十五个学生 甚至二十个学生 都多得不得了了 为什么有七十五个学生 那很厉害 然后他当地有时候 体育局啊 对我们这个武校人 非常重视 给予大力支持 我们使馆也是非常认可 这个学校的支持 后来的时候 一二年在开业 两个月的时候 当地官方就看到这个势头 非常厉害 就直接授入于我们这个学校 甲级职业 这个武术学校 第一个比利时第一个甲级 备授于甲级职业称号 意味着根特少林功夫学校 正式被当地政府所承认 因此王金龙重新制定了教学计划 根据学生掌握功夫的程度进行教学 虽然计划完备 但在教学期间 王金龙发现了一些问题 外国人就是我要练新的 我要练新的 这个不可以 我会了 我要练新的 但他不知道这一个套路 也演变多少年呢 演练 所以说这个就是两者的区别 像我们中国人他就理解 反复练习 对要刻刻练 他说比较容易理解 毕竟中国说 外国人就不行了 王金龙明白 这是由于中系文化差异所造成的 为了让学生加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2014年2月 在王金龙的牵头下 根特少林功夫学校 与云台山国际武校达成协议 每年互相交换双方学生 进行交流学习 他们去的话都是专业的 就学三个礼拜 每天基本上都是八个小时的训练量 跟中国一样的 所以说大家非常期待 同时组织他们呢 有五十四个训练 去这个中国学习中国功夫 然后学习完之后呢 同时也在比利时能得到更好的传播 2014年 王金龙受到了佛拉蒙大区 文化部内阁部长的表彰 以鼓励他为中国与比利时 两国文化交流上做出的贡献 在自己的功夫学校教授武艺 王金龙呢 偶尔还会去这个比利时 根特大学客串讲师 对那儿的大学生进行武术指导 他还计划呢 和根特大学进行合作 将功夫训练室 直接的就建在这个大学校园当中 他告诉我们 这样肯定能够再次提升中国功夫 在比利时的知名度 好 今天的华人事件呢 就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